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聊天的内容 Guten Talk 0000说 波音事故频出 是否意味着美国军工产品也同样有重大引擎 有多少关联性 以下列出波音公司生产的一些主要军工产品 EFA-18战斗机系列 2KC-46加油机 3AH-64阿帕奇直升机 4P-8海神反潜巡逻机 5C-17运输机 6E-3哨兵预警机 7CH-47重型直升机 8MPU-25无人机 9B-52轰炸机等 Huma说 抖音应该为美国设计一款TikTok专门供美国人使用 这样那些嘲笑中国大陆无法观看TikTok的人就闭嘴了 一夜下话献亏 说这点我得扶老大 任何人敢去接触完全陌生的东西 学习陌生的东西 这都是对自己的折磨 但恰恰是能忍受折磨的人才不会被时代抛弃 更正处于泡沫第一阶段 这泡沫还没吹起来呢 要吹得大一点 再吹得膨胀一点 每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去追求泡沫 牙牙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介于想要当逗逼又要当高冷牛逼的不断切换阶段 像一个莫名其妙的机器 可能给你吐出黄金 也可能吐出牛粪 但总归会吐出黄金的时候 所以我们只能忍着牛粪的味道 PS不知道为何 我总觉得牛粪就是一种清新的草原的味道 然后期待着某天吐出黄金来 如果是这样子 成功的意义不大 比较大的意义是因为其发射的成功 或者登陆的成功促成一个产业链 然后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其中 产生新的技术 达到一个质的飞跃 蔡美说 欧盟今年困难重重 政治上 欧洲议会选举很可能大幅右转 温和 兼职派面临巨大挑战 主权让度的争议性会浮上台面 共同货币可解体之有 必好北方非欧元区 经济上 德国工业失血过多 法国债务过重 而利率下调空间却有限 这样的结构性困境 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缓解 社会层面 东方和南方难民的持续移入 很难杜绝 这不仅了让原本以超负荷的社保体系 更加击中难返 还将边缘地带的对抗 带入了欧洲中心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 32年前欧盟成立时 面对冷战结束的新局面 欧洲领导人或出于天真 或出于理想 选择了去军事化 把国防开支用于社会福利 打破国界 开始一体化实验 事实证明 当国防操制育认时 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 就会遭遇地缘政治的天花板 上不去一个新的台阶 之前的努力 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必有下话先劝说 你说得没错 所以这场战争 打出了一个新欧洲 再也没说 当然 前功尽弃也不至于 毕竟彼此拥有 共同的文明基础 或许 经历一次巨富回撤 欧洲能变得更受身 去官僚 更加饥渴 去空想 看到在自己的希望 在南方 XW说 问题是不确定性 体质不改 就只能周而复始 党管一切 海牙说 何老板 过时之论 天宪说 加入北约后 你这明显 睡得更安稳啊 田典 说 哪里安稳啊 川普如果当选后 他要退出北约呢 到时候 海牙会半夜惊醒 一夜下话献亏 说 川普可能很笨 但应该没到 这个分子上 海牙说 嘴炮 他说了不算 一夜下话献亏 说 不对呀 要是推出北约 老大也会半夜 被吓醒啊 纳兰 说 中国的体制和民心 暗和资本主义神议 这是以前听点点 才慢慢领会到的 起初我也是和很多 反贼一样 是不信的 一致纠结在社交媒体 提供的喧嚣佐证上 探到很多反贼驳斥的 作假数据之后 才慢慢意识到 这些立场先行的观点 根本站不住 什么是时代机遇 就是你网错了 做也是对的 Guten Talk 0000说 放一万个心 他进不了白宫 选票都是他的 也不可能 夜观天象 笑容可拘 纳兰 说 何况多数反贼 都是手高眼低 时操极差的做题家 好像学会民主自由公式 就能解放全世界 纯TMD胖屁 俄罗斯 中国 伊斯兰等世界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这些资本主义 自己屁股还没能查干净的理论 能解决的 人类面临着 共同发展的更大问题 世界具有整体性 划分东西方搞阵营 比较解决不了终极问题 搞来搞去 还不是 你不如我我奴役你 就如巴勒斯坦的哀嚎被忽略一样 只知道 唱衰华人的这帮猎逼 真是配得上你们这华人的身份 天线说 海牙出钱 重组新北约 田点 说 六度赞助一些 算是保护费 PKN636说 听了昨晚华尔街论坛 和平先生点评李辉访问乌克兰的观点 真是让人失望 100%的绥靖主义 这场战争只有以普京上绞刑架 背后支持纳粹俄国的势力受到严厉的惩罚 才能重建世界秩序 任何鼓励向纳粹妥协的都应视为帮凶 虎昂GF属英睿瑞说 同意 那美国攻击其他国家国会是不是要全部判刑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有点复杂 涉及到了波音公司的军工产品 抖音的国际化 欧洲的困境以及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要总结和深入分析 首先 我们提到了波音公司的军工产品 波音公司是世界著名的航空航天公司 除了民用飞机 也生产了许多军工产品 如FA-18战斗机 KC-46加油机等 虽然近年来波音公司发生了一些事故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所有美国军工产品的质量 毕竟 任何公司都有可能发生失误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个问题 接着 我们谈到了抖音的国际化问题 确实 抖音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为了满足美国用户的需求 抖音应该设计一款专门供美国人使用的TikTok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解决一些地区限制的问题 还能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用户需求 然后 我们聊到了欧洲的困境 欧盟目前面临着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挑战 政治上 欧洲议会选举可能会引发一些变化 经济上 德国工业和法国债务等问题也需要解决 社会层面上 移民问题仍然存在 这些问题需要欧洲各国共同努力 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最后 我们提到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国际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 没有简单的答案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体系 而是应该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通过今天的讨论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去面对和解决各种挑战 接下来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